這條題目就在這裡,你自己看看 現在有兩組的數據 一組有7個數據,你不知是甚麼 X1至X7 第二組是8個X1 8個X2 8個X3 8個X4 8個X5 8個X6 8個X7 即是跟上面這組的數據 這個關係就是配大8倍 很重要的,因為他問你 要不就加一塊東西,減一塊東西 要不就乘一塊東西,要不就除一塊東西 我們要記住,我們考訣 加減3M變 乘除就含加變 甚麼意思呢 現在我們乘一個數 所以我們甚麼數呢 都要乘大8倍 除了方差 記住,方差跟標準差是不同的 方差其實 英文就是variance variance 它的variance 方差 就跟標準差 standard duration 的關係是二次方 所以我們做這些數呢 其實呢 記住這個口訣 就很簡單 即是說你現在v1 和v2 我們現在要研究它 我們先要研究它的sigma1和sigma2 即是標準差 那一倍大八倍 所以 八個sigma1 其實就會等於sigma2 來的 那如果我們要用v1,v2 就是怎樣呢 我們是要把這個數 二次方 將這個數二次方 所以這個呢 就會等於64個v1 因為這個是v1來的 我們方差來的 而這個正正就等於v2 是64倍的 就不是8倍來的 那為什麼我要帶出這個結論呢 就是因為3 就是錯的 因為3 就是錯的 當3是錯的 我們就不需要 做下去的 因為1,2 就是A的答案 所以我們其實如果A 1和2都很簡單 因為我剛才說過 8倍就是乘除含加變 即是說 minimum,medium,3個m 你都會配搭8倍 那而 IQR IQR 即是說那個 四分位數間距 都會是配搭8倍 那所以1和2其實都對 好嗎 OK